明天就是印尼大选投票日 超过1亿9千万选民将履行公民义务 为了应付庞大的选票需求 印尼当局必须出动马匹和飞机 才能顺利将选票和票箱 运送到爪哇岛东南部偏远地区 印尼官员和警员必须翻山越岭执行任务 为了避免弄失选票 选票箱外还套上了一层塑料袋 印尼选委会需要透过海陆空 将选票送到全国各地的选区 明天的印尼大选 选民将选出正副总统国家级代表 以及地区代表候选人超过24万人 堪称世界最大规模最复杂的单日选举 印尼选委会早前发现 有中国和俄罗斯骇客袭击选民数据资料 试图破坏大选